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莫sir 今天跟大家講的課題是 常見的力之中的發向力上集 還要分享下集 對呀 因為有一個特別的課題 我想他自己做一集 那個課題叫做表面重力 不過下次再跟你講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發向力是什麼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有兩個固體互相接觸 假設兩樣東西之間 沒有膠水沒有潤滑劑那類 他們之間的接觸力 大致可以分為 發向力和摩擦力這兩個部分 發向力為什麼叫做發向力呢 在數學中發向就是 與表面垂直的意思 所以就是在說 這個發向力是與他們的接觸面成直角 而相比之下 摩擦力就是與這個接觸面平衡 通常我們就會用N來表示發向力 用世界F來表示摩擦力 那麼這個發向力有多大呢 就是大到剛剛好 可以另一個物體不會陷入另一個物體裡 什麼意思呢 我舉兩個例子來解釋一下 首先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有一個木箱放在地上 上一集我們說到這個木箱是有重量的 如果沒有發向力的話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這個木箱就會因為重力的緣故 向下加速然後陷入地上 但在現實中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當這個木箱意圖向下加速陷入地上 地面就會給一個發向力頂住它 令它不能夠向下移動 這個地面施加的發向力就剛剛好等於木箱的重量 令到作用在它上面的靜力等於0 於是木箱就舒舒服服地坐在地上不動 我又舉另一個例子 今次我們就想像有兩個木箱放在地上 然後我就這樣去推右邊的木箱 我們現在只考慮水平方向的力 在推的時候我的手就向它施力 這裡就是第一隊的發向力 接著如果兩個木箱之間是沒有發向力的話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右邊的箱就會向左加速然後陷入左邊的箱裏 但現實中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右邊的箱發現前面有另一個箱頂住它的時候 它就會向左邊的箱施加發向力令它向左加速 你走吧不要妨礙路了 當左邊的箱受力的時候 根據牛頓第三定律 它又會給回個發向力右邊的箱 令它不要移動得那麼快 你不要走那麼快先給人家時間 那這隊發向力有多大呢 就是剛剛好大到令右邊的箱 不能走得快過左邊那個 令到它們的速度相同 大致上關於發向力我要講的就是這麼多 只講理論就很抽象 你聽完可能會覺得又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實戰一下 有時候有些東西一開始不明白 你多練幾次就會慢慢明白 這條片就有一題例題 例題就有中英文版的PDF可以下載 連結放在影片資訊那裡 有需要就自己去下載 那麼我們用回剛剛的情境 但是加入一些實際的數字 然後就試試可不可以計到作用在木箱上面的發向力有多大 如下圖所示 兩個木箱P和Q就靜止在光滑的地面上面 兩個箱的質量分別是3KG和5KG 一個10N的推力就施於木箱Q 令到兩個箱一起向左加速 那麼開始的時候 我們首先就要決定原點和座標軸 我們就可以把原點定在Q的初始位置 然後我會選擇X軸指向左邊 Y軸指向上面 然後我們就來看看部分A 繪畫木箱P和Q的隔離體圖 要畫隔離體圖 意思就是畫出這兩個木箱 然後在上面標示出所有的作用力 那麼首先我們就畫了兩個箱出來 那麼我就用MP和MQ來表示他們的質量 那麼兩個箱都是有重量的 這兩個重量的量值分別是MP乘G和MQ乘G 由於他們都想推到地上 所以地面就會向他們C加上的發向力 我們就用N1和N2來表示 然後Q就受到一個向左的力 我們用F1來表示這個力 它的量值是10N 由於Q想向左邊加速 那麼它就會推到P 所以它就會向P C加發向力 而P又會向他C加反作用力 根據牛頓第三定律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量值是相同的 我們就用N3來表示這個量值 那麼這些就是作用在兩個木箱上面的力 你可以將這兩幅圖抄到答題子裡 那麼我們就完成了部分A 好了在這些力的作用之下 題目說兩個箱是會一起向左邊加速的 也就是說兩個箱的加速度是相同的 那麼我們就把這個加速度叫做A0 然後我們就看看PB 求地面施於木箱Q的發向力 取重力加速度為9.81ms-2次 題目要我們找的是地面給Q的發向力 如果你看回Q的隔離體圖 就是在這裡說我們要找出N2等於多少 那麼怎麼找呢? 我們可以沿著Y軸的方向用牛頓第二定律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我們就有FN等於MA FN就是所有作用在Q上面的力的總和 這裡就總共有四個力 但是F1和N3的Y分量都是0 所以我們只需要考慮N2和MQG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說向上是正的 所以FN就是N2-MQG 這個就是調色的左邊 那麼調色的右邊又怎樣呢? 很簡單 加速度A的Y分量是0 所以這條色的右邊就是0 現在我們知道MQ是等於5 而G是等於9.81 這樣我們就可以計算到N2 這樣就寫了 考慮垂直的方向取向上為正 然後我們就考慮木箱Q的運動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就有FN等於MA 其中FN是N2-MQG 而MA就是等於0 調一調位就可以得到N2等於MQ乘2G 也就是5乘9.81 計算出來就是49.1N 所以地面施於木箱Q的發向力就是49.1N 那我們就完成了Part B 然後我們就來看看Part C C1就說求木箱P的加速度 C2就說求木箱Q屬於木箱P的發向力 如果我們看回我們的隔離體圖 就是在說C1要我們找出A0等於多少 而C2就叫我們找出N3等於多少 那怎樣找呢? 所以這次我們就要看X軸 其中一種做法就是對P和Q分別使用F等於MA 那你就可以列出兩條方程式 解出兩個變數 然後就一次過解決C1和C2 你都可以試一下這個方法 但是呢 我就想介紹另一種做法 題目裏面說 P和Q是一起移動的 所以我們除了可以將它們視為兩個一起移動的物體 亦都可以將它們合起來 當作是一個物體這樣去考慮 這個合併了的物體 質量總共就是8kg 它就受到3個力影響 分別是重力 來自地面的發向力 和來自右邊的推力 接著它的加速度就是A0 方向是左邊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沿著X軸用牛頓第二定律 整件事就會變得很簡單 牛頓第二定律說 FN等於MA 其中FN是所有力的總和 由於重力和發向力的X分量都是0 所以調色的左邊就是F1 另外調色的右邊就是MP加MQ乘以A0 我們知道F1等於10 MP等於3 MQ等於5 這樣我們就可以找到A0 這樣就寫了 考慮水平的方向取向左為正 然後我們就考慮兩個木箱P和Q整體的運動 並且假設A0是這兩個木箱的加速度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我們就有FN等於MA 其中FN就是F1 然後M就是MP加MQ 而A就是A0 調一調位就可以得到A0等於F1除以MP加MQ 也就是10除以3加5 計算出來就是1.25個MS負2次 所以兩個木箱的加速度都是1.25個MS負2次 這樣我們就搞定了C1 最後我們都很快做C2 我們今次要找的是N3等於多少 要把它找出來就可以考慮P的運動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就有FN等於MA 沿著X軸的方向就有N3等於MP乘以A0 我們知道MP等於3 而A0等於1.25 這樣我們就可以找到N3 這樣就寫了 考慮木箱P的運動 然後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就有FN等於MA 其中FN就是我們要找的N3 而MA就是MP乘以A0 也就是3乘以1.25 計算出來就是3.75個N 所以 木箱Q施於木箱P的發向力就是3.75個N 搞定 那麽呢 例題就做到這裏 記住不要只聽我說 你自己都要動手練習 你聽我說的東西是我的 自己動手做的東西就會變成是你的 臨尾我都列出這條題目裏面所有的數值給你做一個參考 如果剛剛有些什麼你覺得是聽不明白的話 可能你試一下研究一下這些數字就會明白都不定 另外呢 當你現在知道了什麼是發向力的時候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我都建議你回頭看回第三課中間那集的第二題 在那條題目裏面我們分析了一個邪面的情況 當中就牽涉一個發向力的 如果你現在再去看多一次 可能可以加深你對發向力的了解 那這集就講到這裏了 下一集我們就會探討一個叫做表面重力的問題 並且講一下這個問題和發向力有什麼關係 那就到時見啦 拜拜 拜拜 拜拜